前几天,备受四叶炒宝宝和牵纸和宝宝们关注的少年的你,如此美丽再度登上热搜,原因是因为有网友在拍摄现场偷拍了路透照,并且传播出了很多千玺在酒吧没有用机位和替身和周冬雨拍了我心的消息。 在此之后,千玺的粉丝后援会关博发表声明进行了澄清,不仅如此,千玺也亲自在INS上更新内容,希望粉丝能够不要去偷拍。 帮帮她这个忙,小鱼看到千玺发布的这字数并不多的话的时候,真的感觉很揪心,毕竟她是一个和其充分的人啊,粉丝们很多的要求和愿望,她从来都愿意下大功夫去把它们实现。 但是,现在却因为偷拍者的错误,亲自请粉丝帮忙,这样的她想必也承受了很多我们根本不知道的事情。 这几件事情的接连发生,搞得很多粉丝感到了心生不明,小鱼甚至看到有一些粉丝选择了脱粉,不过小鱼想要对所有留下来的粉丝宝宝们说一句, 谢谢,感谢大家对千玺的爱,没有那么肤浅,也带上了很多理智,也希望大家不要为有人离开而感到惋惜,真正的爱一定都是长久的陪伴,所以有人走掉。 其实对真正爱她的人和千玺本身而言,也未必就是一件坏事,小鱼本以为在千玺亲自为这件事情发生之后,大家肯定都会有所收敛, 毕竟这不仅是一件耽误剧组拍摄进度的事情,而且很可能让同组的演员和工作人员对千玺和粉丝们产生很若不好的印象,影响千玺以后的发展。 但是今天下午,某些影响好再次爆出了少年了你的一些照片,看照片中主演的着装就明白,肯定是在电影的拍摄过程中偷拍的,而且还声称这角路透照, 下图为某营销号发布内容,因要尊重劳动成果,所以小鱼给照片打了马赛克,请大家理解。 不过小鱼想在这里说明的是,偷拍本身就是一件可耻的事情,而发布这些照片就更为可恶。 剧组工作人员和演员所有的心血都有可能因为这些金钱曝光的照片而白费,虽然不知道这些照片到底是粉丝拍的,还是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恶意拍摄的。 但是希望这些照片能够被尽快删除,无论是谁,是不是粉丝,都不应该像这样不尊重其他人的劳动成果,也希望所有的粉丝宝宝都能够尊重天玺的意愿,尊重剧组的劳动成果。 如果真的想要了解电影本身内容和天玺的发挥情况,希望我们大家到时候能够在电影院见面,一起去支持我们的北野小哥哥,这段时间里,就让我们一起抵制偷拍,守护北野。